中華隊從預賽開始未嘗敗機 以分組第一挺進副賽後再敗澳洲 只要是四號只想對尼加拉瓜的比賽贏球 就能從超級副賽中脫穎而出 挺進決賽爭冠軍 中華隊在比賽前段幾乎是局局有攻勢 一二兩局都有得點圈的打擊機會 卻總欠缺關鍵一擊 四局下半一出局二雷有人 林志賢這個球眼看就要穿出內野防線 卻被演名手快的一雷手卡斯提歐 飛虎把這個掐爆兵硬生攔截 沒收台灣有可能首開紀錄的機會 最後中華隊無功而返 五局下半台灣小將又有攻勢 首棒打者來自棒球迷門的羅國林率先發難 然後三外強拉出一支左外野方向深遠飛球 自己全壘打牆 繞過二壘直奔三壘 這時候繼續往三壘做推進 這個球又船偏掉了 要往本壘衝這時候 哇 來了就直接回去嘛 闖過三壘後發現球漏得不遠 想要回去也已經來不及了 中華隊因為跑壘瑕疵再度錯過了突破 僵局的機會 前五局 尼加拉瓜投手瑞隔壁 GG遭遇失分危機 卻總能關關難過 關關過 而中華隊先發投手 來自開南大學的陳明軒 表現中規中舉 前五局被敲出四支安打 送出四次三陣 同樣沒有失分 儘管台灣投手戰力不弱 但僵局戰線延長總是沒有好處 台灣隊長楊帶軍決定跳出來 以身作則 兩好球紅中進壘 也沒有不倒的道理 楊帶軍展現重炮本色 逆風硬是扛出左外野方向的陽春全雷打 幫助中華隊取得1比0領先 這同時是楊帶軍賽會首轟 七局下半一人出局 中華隊靠著安打和寶宋攻佔滿壘 有再添分數的機會 打擊再度輪回到楊帶軍 台灣隊長能夠一棒擊沉嗎 結果這個右半邊的強進平飛球 竟然直接飛進了一壘手套 跑者來不及回壘 這是一個雙殺手臂 可惜呀可惜 台灣隊長沒能進攻 實在是球運不佳 幸好八局下半中華隊友跑者近戰三壘 這回林志賢不會再錯過該進帳的路段了 右半邊的深遠飛球掩護跑者回來得分 這是一隻高飛犧牲的 中華隊取得2比0領先 兩分領先真的不多 但對中華隊今天的投手群已經夠了 最後再交給守護神林一豪收尾 穩穩抓下三個出局數 台灣2比0贏球挺進21U最終決賽 我要繼續問綜合報導